噔噔噔噔噔 快點 哇 哈囉 各位小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Otome 歡迎回來方舟生存進化的模組介紹啦 我們上一集呢 召喚了我們的鋼鐵人 以及我們的鋼鐵愛國者 然後呢 也稍微看了一下這周圍的這個建築物 有一些東西真的蠻酷的 像是這個左邊這一隻 不是這一隻 左邊這一個建築物 可以召喚神龍這個東西 我覺得蠻屌的 待會我應該會先看一下這個東西吧 我們今天這一集呢 也是一樣喔 就是把我們這個 科技模組裡面的東西呢 全部都把玩過一遍喔 來看一下這些科技模組 到底多了些什麼 一些有趣的東西 好吧 然後呢 我記得上一集 我上一集是不是忘記做了一件事情啊 召喚台沒有蓋是不是 欸對啊 我們上一集 召喚台沒辦法蓋 現在可以蓋了欸 不知道為什麼 算了放這裡好了 我們開一下召喚台 召喚台 召喚台全部都是變形金剛喔 OMG 震盪波 迪諾 獨角獸 召喚流浪者 欸那個流浪 他這個裡面還有 還有那個耶 魂太平洋的耶 機械珠子什麼東西啊 還有霸天虎 最後騎士 威震天 聲波 這召喚台是拿來召喚我們的變形金剛的 我看一下還有什麼 應該都召喚完了吧 我們上次上一集是因為沒有辦法叫出召喚台 所以說我們就放棄召喚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今天卻可以了 然後居然會有一個科技肥盤 這好像是我 上一集召喚 然後沒有使用的東西吧 對不對 我們召喚看一下好了 科技肥盤 阿 阿這個就是 阿這個就是那個阿 這傢伙就是這個方舟裡面的那個阿 那個該有的那個科技只是把它模組跟顏色稍微改一下阿 這應該代步工具阿 科技背盤就代步工具阿 血量是多少阿 這血超多的耶 我的天阿 實在有夠酷的 欸不要跟著我不要跟著我 欸 哈囉 下來喔 算了我覺得讓他在上面好了 雙劍 欸 阿我不是召喚出來的在這裡 裝備 7 喔 阿只是個造型阿 沒辦法用阿只是個造型 欸好帥喔 哈哈哈哈 幹 好帥喔 阿有什麼能力 他的能力我看不太懂 可以裝上去可以再裝下來阿 哇這個造型怎麼那麼帥阿 我的天阿 我再看一下有什麼 銀者女戰士 銀者女戰士是什麼 歪 這什麼東西阿 哇 等一下這隻是哪哪裡來的 這隻是哪一個系列的機器人阿 好帥喔 銀者女戰士 哇賽 西劍 我拿了兩個長匕首欸 你看 銀者女戰士 可是他的頭 他的頭型居然不是那種 他的頭是比較有點 偏真實派系 欸他居然是 變形金剛 怎麼會 他會飛耶 你居然是變形金剛 好吧 我變形金剛 我只看到二兒而已阿 後面的變形金剛 我都沒看了 我覺得不知道應該是很正常的 他對你笑欸 他笑得很開心 這個哪一隻 可以可以可以 很可以很可以 來在哪邊 裝上去 有帥 帥半天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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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上還背兩把雙劍 有沒有覺得超帥 然後又帶上我們的洛基頭盔 洛基 喔 根本就一模一樣 哈哈 喔 我說頭盔啦 阿這個盔甲為什麼會有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 模組的東西 阿 站下去能力有上升 好 好像什麼生命有buff之類的吧 我也不是 不是很了解 OK 這就是我們整套的套裝效果 挺帥的就是了 好 很可惜的是我們有一把武器喔 我們看一下武器有什麼 我們來看寒冰劍拿著 按到兩把了 寒冰劍 9 喔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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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寒冰很寒冰 我砍 6萬9 砍一下有6萬9的傷害 還行還行 阿這個劍 就基本上只有普通砍級而已阿 沒有什麼多餘的功能 欸不要想太多了 晴天柱 咱們來看一下晴天柱好了 這個版本的晴天柱到底長什麼樣子 喔 這個版本的晴天柱是變形金剛四代吧 是不是 我有沒有記錯 拿了一把劍 哇塞 哇塞 吸一劍 哇 超帥的欸 可是可惜他沒有辦法 他沒有辦法變形 有點可惜 啪 他可以跳 如果他可以變形那就帥多了 然後就 然後就變了一 變了一台 卡車 有沒有 一開始劍沒功能 已經造成了大屠殺了 恐龍吉將又要滅絕了 不知道滅絕幾次了 然後他這個砍下去會lag 是因為一次砍太洛茲的關係吧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放個技能就會盾一下 欸 可能是bug 我們砍下去1億5阿 1億5的傷害有點誇張 右鍵比較好用 你可以邊移動邊使用這個右鍵 好C鍵的話會暫時停頓一下 會比較慢一點 這我們的擎天柱 帥氣擎天柱 對阿 不過做出來也是飼料阿 欸沒有沒有 嗚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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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攻擊 哇好帥哦 比這也大隻誒 挖 Σ 哇這是照他這個樣子揍瘦出來了嗎 可是跟這兩邊的體型也差太多了吧 真的差太多了 哇塞 哇塞 到底要不要出現 不要浪費時間好不好 有了有了 有了 有了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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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35 快點 嘩 哇 最後齊四 오 my gosh 好帥喔 然後野生的 欸他會攻擊欸 幹你腦失我死掉了 這個召喚出來會攻擊人啊 媽的 好啦 我們這次又回來了齁 我們終於 強訓了這隻最後騎士晴天柱 為什麼召喚出來是野生的啊 剛剛直接把我那個 牆壁跟我那個女的給打爆啊 我的天啊 哇這隻有點猛耶 我們騎看看好了 欸這隻最後騎士跟這隻差好多喔 那個外型上有點不太一樣耶 有沒有看到 都一樣是柯博文 怎麼感覺差那麼多 有沒有 感覺這右邊的才是電影版的吧 這個左邊的好像是 蒲龍貢跑出來的那種感覺 攻擊方式是一樣的嗎 直接揮一刀 就一個月光波 右鍵 右鍵 C鍵 而且我現在發現原來他左邊還有哪一個 像刺劍 像那個刺客教條裡面那一種的 直接黏在手臂上 好可惜他這個還是不能變形 還是很帥很帥 我覺得還蠻帥的這個可以 好一樣左鍵右鍵C鍵沒了就這三種功能 好如果他可以變形就更帥了 可惜 可惜他走到水裡好像有點困難 對他在水裡變超慢的 好這個機器人有點沒辦法走在水裡 沒有辦法在水裡行走的樣子 挺帥的挺帥的 有了要用那個召喚台去召喚 那個ACM裡面好像找不到這個東西 目前ACM找不到 所以說我們現在只能用這種召喚的方式 去把這些機器人召喚出來 挺帥的 給大家看一下他的樣貌 再看一次這樣子 有沒有 你們覺得很帥 只是他的腳有點醜 他的腳有點醜 因為他還要外擴兩腳側邊開這麼開有沒有 橫不開 感覺好像中間那個鑼鐺很大顆這樣子 可惜他沒有鑼鐺 抱歉我的錯 我不應該這樣這麼猥褻的 好吧 那麼今天影片先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就左下角個訂閱 右下角個喜歡 歡迎下方幫我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這個科技模組再見面了 掰掰 出發 打開